艰难奋长几 万物用一孤 用杜甫同观力的一句诗来描写黄继光在上甘岭战役中 用身体堵住枪口的状语再合适不过了 黄继光用自己的性命在战场上图写了一句英雄赞歌 感动了无数人 但是黄继光英勇牺牲后 他的母亲被毛伟人亲自接见时 却始终无人落位 直到毛伟人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才最终逝 黄继光母亲为什么始终不愿落泪 毛伟人究竟说了什么话 年仅22岁的黄继光在上甘岭战役中英勇牺牲后 消息传回国内 全国上下为他的英雄壮举感动的同时 更多的是痛心国家失去了这么优秀的战士 虽然黄继光因此获得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最高荣誉 被相关部门追击特等功 并授予特级英雄称号 但是当时却有一些反动分子提出质疑 他们认为 血肉之躯是挡不住子弹的 机关枪是连续扫射 人体会残破不全 根本不具备抵挡子弹的能力 再加上朝鲜战争期间 正值苏联卫国战争的电影 普通义兵热议 电影中所讲述的就是一位 明家马洛夫的苏联战士 在战场上用自己身躯 堵住了敌人枪眼的故事 所以一些人认为这是为了鼓舞事迹 根据电影普通义兵编造加工的 当时黄继光母亲邓之芳 本就是因为白法人送非法人悲痛不理 但质疑黄继光的风言风语 传到他的耳朵里后 他却更加愤 有时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儿子用身躯堵住枪口的时候 该有多痛啊 可他以性命为代价 帮助上甘岭战役 赢得了最后的胜 却被有心人士胡乱编排 致以作为母亲的邓芳之 怎能不同心 那真实情况是怎样的 接下来就给大家还原一个真实的英雄 黄继光 因为家境贫寒 黄继光没有读过什么书 从小就在山坡上放过头 帮家里减轻升得重担 抗美援朝爆发时 国内开始大量招兵 年仅十几岁的黄继光 是家乡第一个报名的 黄继光深知只有国家安定 人民才能幸福 于是他拜别年迈的母亲 毅然和众多志愿军一起 奔赴朝鲜战场 1952年10月14号 敌人不顾一切地 向江源道金花区上甘岭 597.9高地和537.7的北山高地 发动激烈的进攻 上甘岭战役就此打响了 这是朝鲜战场上 最激烈的一次阵地战 虽然上甘岭不大 只有4平方米的高地 但却是志愿军中线的大门 所以敌人几次对志愿军加大火力 先后投入6万的联合军 190万的炮弹和5000枚的航弹 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火力密度的最高级路 在敌我实力悬殊的情况下 黄继光所在的部队 已经连续战斗了四天四夜 却依旧没有取得什么突破性的进展 敌人的两点机枪 死死封锁着前进的道路 眼看着天就要亮了 前三个小组突击 都被比雨点还密的枪弹压了回来 伤亡惨重 如果再这样下去 已经夺得阵地 还要再次丢失 原北任部队通信员的黄继光 是不用上一线的 但他主动请站 连长 让我去吧 这次前去意味着什么 连长和黄继光心中都清楚 但是看着黄继光应有就义的坚定眼神 连长还是咬牙同意 就这样 黄继光丢下一句 转告祖国亲人 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与吴三阳 萧登良等人组成爆破组 毅然前往一线 消灭敌人火力点 黑夜在炮火中都照射得跟白昼一样 吴三阳突击不久就牺牲了 萧登良也身子重伤了 摧毁火力点的重任 又落在了黄继光一个人的箭上 但黄继光依旧毫不畏惧 正手榴弹爆炸烟雾 拖着自己也伤痕累累的身体 继续匍匐前行 但是弹药已经打光了 黄继光只好用自己的血用之躯 跟敌人抗争 黄继光用尽全真力气 向火力点拔去 然后在暴风雨一样的子弹中站了起来 张开双臂 向喷射着火蛇的火力点猛扑上去 用身躯挡住敌人的枪眼 也挡住了敌军的世界和射击 为冲锋部队的争取了时间 也为战争胜利开篇了一条新的岛 顾越出部队看见黄继光用这样的方式牺牲了 喊着为黄继光报仇的口号 气势汹汹地冲上敌人 一举拿下了所有的高地 取得了上甘岭战役最终的胜利 而一旁的萧登良目睹了黄继光 堵枪眼的全过程 后来萧登良不止一次对女儿萧东梅 说起黄继光壮烈捐居的场景 叮嘱她一定不要忘记黄继光 为了战斗胜利所做的一切 所以当黄继光的英雄事迹被人质疑时 作为黄继光的战友 和他牺牲的见证者的萧登良 为了让人们知道这段历史 一共做了200多次报告 直到2007年去世才最终停止 1953年4月 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 作为代表参加了第二届全国妇女大会 毛伟人知道后 特意百忙之中抽出时间 亲自接见了她 其实一路上 大家知道邓芳芝 是特级英雄黄继光的母亲 都纷纷过来表示敬意 或者宽慰 邓芳芝虽然被勾起了伤心事 几度红了眼眶 却是始终不愿落泪 她心中依旧对外界的质疑声 耿耿于怀 直到毛伟人说了一句话 邓芝芳却也再忍不住哭了起来 两人见面后 毛伟人握着邓芳芝的手 郑重地说道 你牺牲了一个儿子 我也牺牲了一个儿子 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 我们都是烈士的家属 这一刻邓芳芝释然了 外界的质疑 他已经不想计较了 他的儿子黄继光 无愧于国家 国家也没有忘记 他所做的一切 这样就够了 这一刻 毛伟人和邓芳芝一样 都是在战争中 失去至亲的普通人 两人紧握着双手 又都释然地笑了 捍卫民族英雄 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做的 正是因为当初战场 有无数像黄继光这样的英雄 今天的我们 才能幸运地 过上幸福安稳的生活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看着我这么辛苦的份上 记得转发评论加点赞 我不一定能回复 但都会用心地去看大家的意见 最后谢谢观看 敬请期待